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炎炎夏日到海滩上走一遭 给身体和心灵都降降温 对许多小伙伴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治愈 但大海的神奇总能让人猝不及防 尤其是喜欢到深水区游玩的小伙伴更是要注意了 在海中可能会碰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不论是水母还是危险的大型鱼类都是非常致命的 所以到海边游玩的话一定要先了解哪些水域比较安全 不过有些时候就算充分了解当地情况 也免不了会发生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比如说接下来这位 小伙和家人一起到海边钓鱼游泳 一开始还玩得不亦乐乎 随后小伙忽然觉得肚子一阵疼痛 好像有什么东西咬了上来 而且怎么甩都拽不下来 小伙吓坏了赶紧爬上岸 但眼前这一幕却让许多网友笑叉了气 只见一只鱼肚皮朝天 背部却紧紧吸在小伙肚子上 不时还扑腾一下 把一家人都逗乐了 费了一番功夫才把这条鱼取了下来后 发现这条鱼背上有一个大大的吸盘 它就是靠这个黏上了小伙的肚子 原来这种鱼叫做吸盘鱼 也被称作最懒的鱼类 因为自己游泳本领比较差 平时就是靠背上的吸盘吸附在路过的大型鱼类身上 就连海洋霸主鲨鱼也经常被这种鱼搭遍车 不过不得不说仔细一看还是挺可爱的 不过让人好奇这么懒的鱼 到底是怎么在竞争激烈的海洋环境下延续至今的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哟